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用電話上網 用PayPal 加上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大香港主義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回到第四節 10點才回到第四節 真是放假 剛才停了多久? 十多分鐘 切腹 是你突然說要講這個題目的嗎? 我昨晚已經放上去 你們沒有看 我前天放上去 不過我在想說不說 今天早晨有派陽 有探仔和湘傑 還有李鄭松泰 強調策劍 還有李鄭松泰 3號 第四節就說一些網絡是花生 也是花生 嚴格來說 其實跟我們的關係 就不是太大 首先跟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其實很少吃花生 是的 你剛才又說你昨晚傳過禮 其實我很清楚那些花生 但我很少吃花生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花生 譬如我們自己的語學公民 或者跟其他組織 或者外面的花生 我其實是很少吃的 你看到我其實很少是 參與那些毛尼拉根的馬戰 或者之類之類的 因為 鑑於你是學者的身份嗎? 不是 其實讀學和身份是無關的 鑑於因為我太忙了 打字不夠快 不是鑑於我 你時間多了就贏了 我們想說什麼呢? 因為在近一兩個星期 尤其是今個星期 在高登 特別是高登 以及在Facebook 就住在兩個組織之間 其實是 不是兩個組織 是針對著一個組織和一個人物 Ray Wong 就是很多的評擊 或者一些的指責 我今節的花生 我不是想說Ray的問題 我想用這個例子 笑什麼呢? 好吧,你繼續說吧 我很認真的 頂你 我想用這個例子 去說回我自己 在這段時間 尤其是過去這一年 我比較多出來的行動 其實嚴格來說 鄭松泰作為一個 會出行動的人 都已經令到大家驚訝 因為我不能跑 有一點我沒有跟大家說 我稍後再說一說 我出來行動的時候 有很多危險 例如呢? 第一件事 大家的手足之間 會記得的就是 我令到大家十九個手足 十九個手足被捕 是 即是去年九一號 大家很記得 有一個手足 非常抱歉 令到他 以及對不起 令到他 其實是沒有什麼必要之下 被捕 其實我的意思是 不是我們怕被捕 而是沒有必要 但其實那次有一件事 為何我會沒事呢? 因為我走的時候很慘 真的 因為那次是去年 2014年的9月1號 我們去了追擊李飛 大家看回片 我就爬過鐵欄 後來就說 大家跑吧 走吧 大家走吧 今天集會結束了 我叫你走吧 後來過鐵欄 我當然不會過鐵欄 因為我過不了鐵欄 前面一陣子 我當然是後面過 我們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後面有個花蟲 我爬上了花蟲之後 跳下來 然後我一跳下來的時候 我打算起來跑 然後我扇腳 然後趴在那裡 花蟲很矮的做 你記得嗎? 很矮的 然後有個扁衣 在我旁邊站著 然後跟我說 你小心點 不要摀傷 我就是那一刻在後面摀傷 後來人不知道我在後面 後來我在後面摀傷 拐著拐著 然後就走了 沒事 但其實我不是想說 我們自己的行動有多妄居 而且是 我想問一件事 其實我自己過去的一年 比較多的行動 我多了接觸社運圈 我了解多了社運圈的生態 還有陰暗面 你可以說 因為我之前都知道 我之前都明白 因為選舉期間 我曾經接觸過 譬如在那個選舉裡面 我們對於 譬如宜血公民的選舉等等的 那些抹黑之類的 但其實 我還沒那麼切身 成為要面對這件事的人 現在來選舉當然會 我相信現在都會來不少 但當我自己開始看回頭 這一年的時候 我有一件事 我慢慢在學習 就是如何面對抹黑 和面對指責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不是講EQ的問題 不單是EQ的問題 而是在背後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的原則 什麼的理念去判斷 那一下 究竟是應該爆 還是究竟要還拖 還是真的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在說什麼呢 剛才很含糊 以及說了很多廢話 我們直接開場 因為這是我的立場 我的立場 大家看看 花生的事情 是無微不至的 今次這一節 說什麼發生 就是在高燈上 有一連串的不同的貼 就是在這個吹水台 以及在這個時事台 兩邊都有 我跟足了 是的 首先 其實在高燈上 那些貼 就是有幾隻貼 第一件事 開始有一個貼 叫做從前 由一個由綠營走出來的組織 但這個貼裡面 其實因為太多的借譽和隱譽 其實他在說 忍悔得太看不明白 忍悔得太看不明白 忍悔得太 所以你是不是政治 以及你沒有在旺角 睡過 長期注守過 你不是太清楚 想說什麼 但這個貼裡面 只是我的理解 只是我的理解 只是在說本文錢 或者背景 或者相關的問題 但這個貼裡面 就不是花生的高峰 花生的高峰 是近兩天 最主要是前兩天 兩天 由一個事件開始說起 就是因為前兩天 就在屯門的光復行動 一個反水埗示威 大家記得 我們今天有說過 那個踢劫 拖劫舞女 整哭的拖劫舞女 很久之前 炒得很厲害 接著就是 有個小女孩 在這個光復行動裡面哭 抱著媽媽哭 有一個被我媽媽嚇哭 然後有一群人 最主要是 有一群左膠走出來 批判那些反水貨的人 說別人整哭小女孩 你說回當時 因為當時有一些 有些行動者 還有一些示威者 就在那裡 叫做大陸人 有些遊客 他們覺得是大陸人 就要他們打開行李箱 看看裡面是有什麼 當時那個女人 就自己立刻走 說你要打嘛 你要打哭 就打開行李箱給他們看 那一開始我們看到的時候 都不是奶粉 有些書在那裡 有一兩個都在說 不好意思搞錯 但是 這件事就是 因為那個小女孩 就抱著媽媽哭 其實媽媽弄到她哭 就是在我們那角度 你看她的影片 那個妹妹是在媽媽哭 叫媽媽不要吵 叫媽媽走 擺明媽媽嚇哭 然後在輿論上 被很多的阻交 以及泛民政黨 包括何俊仁也有說過 就說覺得這個示威行動 過了界線 令到一些無辜的遊客或市民 就因而受到驚恐 亦都有指責 甚至是一個暴力示威 亦都是這樣 就開始有一些傳媒增傷追訪 首先就是有一條人 叫Figo Chan 叫Figo Chan 就是出來接受蘋果和一仔的 有幾個報紙 特別是一開始接受蘋果的採訪 就是說她是目擊當時的情況 而且她提供了一個片段 那個片段就是拍著當時有幾個示威者 就拍著她們的示威者 拍著她們的兩母女 然後女生哭的片段 大家有印象的就是 通常大家看到的片段就是Figo Chan 去拍的 就是那個片段 那好吧 這個片段出現之後 Figo Chan 是覺得她是一個很正義 走出來就說她自己都支持這個行動 但是沒有想過最終會搞哭的小孩 於是她就寫了一個status 又接受了不同網媒的一些訪問 又說代表當時的人道歉 對啦 然後最關鍵的 她就走出來 就說代表當時的兩母女 即是整陷那兩母女 向她們道歉 這個報道一出之後 大家沒有想過 於是顯出所謂的 所謂的阻不阻交 要不要道歉的爭論 亦都因為感覺那個行動 在輿論上 特別是主流媒體的壓力 就有一些可能的 慢慢的變化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甚麼呢 重點是因為這條片 她放了出街之後 她又承認了她是當時拍片的人 於是有兩個示威者 就是因而被人上門拘捕 一位是48歲的陳先生 一位是16歲的中三的男學生 姓國的國同學 這兩位的朋友 他們就是 因為這條片 被捕 於是被告擾亂公眾秩序 在星期一的時候就判了 對 在今個星期一 就是判了社會服務令 以及有一個緩刑一年 即是中三的男生 就有120個小時 社會服務令 中三的男生 120個小時 中三的男生 16歲而已 都未夠18歲 然後這個次被告 就是陳先生 他就被判刑一個月 換刑一年 對 那這個事件 就是喚起大家 在網上對於 對於 對於Figo Chan的仇恨 Figo Chan那個 即是那個人 讀灰 網上一些網民 就指責Figo Chan 喂 你 除了拍了一條片之外 你跟著道歉 代表示威者道歉 為什麼好道歉呢 接著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令到 就是有兩位行動者 因而 是被拘捕了 接著就是判刑 這樣 但是在這件事上面 其實為什麼會和 我們今天說的那個 主題其實 關係未必是很大 直接相關 但是又會牽連到他 即是落到 本文線 Ray Wong那裡 因為 很多 高登的朋友 以及一些網民 於是 起底 即是當時Figo Chan 讀灰 然後 後來 譬如 起到的就是他和左膠很友善 直指他都是左膠 甚至是受到左膠寵愛的左膠行儀之一 即是左膠之外 然後 有些說法就是他可能會和社民有關係 不過我不知道 有些說法就是他可能和學民有關係 但是我這個也不清楚 所以 我講來講去就是 總之是一些網民 指責的就是 這個Figo Chan 他是一個左膠 和和左膠那些很熟 好了 這個是背景 這個是背景 背景就是 因為 因為當時屯門的光復行動 那麼 有一個 母女哭 然後 有一個人 毛尼拉根 代表示威者 道歉 然後就說 我們做得不對 然後由於拍這條片 然後就有兩個行動者 被捕 當然 你說 是 他是不是出心 是要刺灰呢 我覺得這個人是有斟酌的 但是 反過來 Figo Chan 這條人 到了我們現在 我過了大半年之後 我才認識他 其實你什麼時候認識他 其實 你說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你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當我們準備 雨傘失敗錄的時候 我看看片段 原來這條人 當時和郭兆傑一起 走到我們營營 玩休山 玩玩小姐 你自己忘記了嗎 是 你忘記了嗎 我是整理資料的時候 然後我才看到 原來那些人 當時在佔領期間 就已經在金鐘 裙上郭兆傑他們 晚上十二點幾 和我一起走路 然後坐在我們那個物資站外面 然後 後來 我們那個閉路電視拍到他 原來那些人 一早 一早是 是 是 這樣的人 還有有人找回 928那晚的影片 他是站在陳淑莊旁 好像是 陳淑莊 好像是 那好吧 這就是Figel Chan 大家明白了 總之是一個左膠 有和左膠很親近的人 但我想說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著這件事 於是很多高等朋友 和網民指責 Figel Chan 獨灰 但怎樣和 Ray Wong 有關呢 就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的就是 Ray Wong 除了剛才有說 譬如在一些發帖上 有一個背景 就是 Ray Wong 或是本文前的背景 我不會作出任何評論 因為嚴格來說 我不是這麼清晰的資料 但另一件事 就是有另一個帖 就是在這個星期 成為這個星期 在網絡上 就是大家 在高登十大發帖的熱控 即是頭兩版之一 有一個帖就叫做 恭喜黃台養個好朋友 幫了屯門反水服的兩位義士 這個發帖就直指 Ray Wong 他包庇著Figel Chan 就因為 即是你包庇著他 結果就是 令到兩位 當時反水服的兄弟 就出來出事 就被人去告 這樣 這個事件怎樣會有這樣的牽連呢 當然中間有很多的所謂的延伸 譬如有些人就會說 例如Ray Wong的一些朋友 和學民 或是前學民成員 例如Ray Wong的女朋友 說她是前學民成員 這些我覺得是其中一些的延伸 但其中一件事就是 當大家指責的時候 Ray Wong出了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就是 我們是不是有片 看一看這條片 不如 這個不是案情 這是說你脈通匪類的一個證據 正所謂王毓民都教我們 脈通匪類 那你那次和左 這個阿湘傑 三十八先開始 這條片是什麼 這條片就是 有很多複雜的 這條片就是 Ray Wong 和Simon Sin 就是香港本土力郎 其中一位成員 他們上了去 商討權財事宜 早兩天 17日有一個片段 毛尼拉加兩人講一講一講 我們兩個自己在這裡 私底下去打架 然後 之後 毛尼拉加講一講一講 之後 就是去講到 關於這件事 關於在反水貨 佔領期間 篤灰的事件 其實這件事 我也清楚 因為我是其中一份子 所以我是不能避嫌 我也是要講這件事 以及我也會講 我如何去理解 Fee Go Chan 這件事 等一等 於是 在他們這條片 17日的時候 大家在講 打拳賽 齊打架 小朋友齊打架 那些安排 之後 後來 毛尼拉加 就去到一段 去到一段 去講到 商戶之間 就就著Fee Go Chan 讀夫這件事 就各辭幾見 於是大家 就罵起大家 然後 在高登 就因應這條片 然後大家再罵起大家 上來 然後 當時被拘捕的事主 亦都因為 Rae Wong這條片 他又出了一個 Status 去回應 那我們先看這條片 由38分開始看 你點了一聲 再拖班時間 因為大家對於匪女的定義都不同 大家對於匪女的定義都不同 你們認為 那個 那個 或者讓我先說一下 好不好 原來這裡有公眾發問 Q&A環節 先讓我回答一下 讓我回答一下 大家 去認為那些人 是匪女 大家認為那些人 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錯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是不認同的 我們 其實我自己 起訴人起義 我相信Simon 之前我們都講過 希望盡量對事不對人 不要針對一些人 而去判斷一件事 所以我都講過 射文年那次案件 即是你覺得 跟一個曾經讀過灰的Fillow Chan 亦都在行刃路大將軍 文遠 又或者跟這個 曾經破壞過整個革命的 子在勇者 人站台 聊天 搞行動都沒有問題 好啦 你們繼續說 我真的其實 講路都不知道他講了什麼 我跟不上 好 我先回答一下 我先回答一下 其實呢 在訴人起義 其實都講得很清楚 第一 我事前 是不知道 有什麼人在這裏 而我一去到 就已經馬上被他們 拘捕了過去 而我當時的角色 純粹是一個被害人的身份 去講回整件事的經過 那當然 第二天網上 輿紛紛 就覺得 我不應該去 去跟社民連這些人同場 又或者跟你所謂的 篤灰 行人路大將軍同場 是錯的 就是我不應該去參與他們的活動 那這個我是承認 我是做錯了 這個我也多次講過 我是做錯了 但是 就是 你若果 說 一個人幫過我們 而他 是一個 左膠 所以我們就是 他幫我們 究竟是一件 左膠的事情 還是一件 什麼事情 例如 西文興 或者張森比基 反過來 假設你當時被捕 那天 你說的那個 都灰 Figo Chang 他拍了一條片 證明到你清白 他又交出來 給法庭 那你會被捕回他 你不用幫我了 我不會跟你在同一個法庭裏面 還是怎樣 所以就欠了Figo Chang 一個人情就是 就是這個 不知是你聽的 有問題還是什麼 我從頭到尾 我都沒有說過 是Figo Chang 還是誰 但是 我想說一件 就是 如果Figo Chang 錄了一條片 是幫你脫罪的話 你會不會欠他一個人情 還是你會繼續 屌他 指控他 你不要跟我同場 你是左膠 但是你現在搞個行動 我正在問你 如果有個左膠 如果沒有氣氛 但是為什麼 你自己不搞個行動 要我跟左膠同台 我問到匪律 這些就是匪律 匪律就是不通德 我就是 好了 大致上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這一兩天的網絡的花生 整個那個 就是本土旅的茶杯 本土旅的茶杯就是這樣 那 當然 這個情況 陳世華怎麼會值得 這個節目讀講 當然要 這是原則的問題 對於我來說 就是說 我不是想去幫 事主 那些事主去說話 其實嚴格來說 我跟他們不太熟 對我來說 在這件事上 是有一個 在社會界 或者其實現在的行動圈子裡 我自己的警惕 可以這樣說 第一件事 我會覺得 其實你怎麼說都好 第一件事 就是 在這個花生上面 所謂這個本土派裡的爭論 我覺得其實是 本身來說沒什麼意思 但是對於整個行動來說 或者對於將來抗爭來說 那個意義是有在 就是一個教訓的意義 第一件事 就是我會認為 譬如你說 Figgo Chan 幫過我們 威脅公民一成 我們都幫過郭兆傑 就是這樣說 我們都幫過郭兆傑的時候 就是 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是會用一個角度去看 當時郭兆傑 是因為在佔領期間 被人拘捕 我們拍到片 於是我們提供片段幫他 我們出於什麼的一個角度 我們覺得只有一個正義 應該這樣做 雖然 雖然大家有不同立場 因此 我們作為一個正義的角度 於是就這樣提出 就是這樣 於是我們就去提供 我們有的資訊 這是我們用一個正義正直的角度去看 但是 如果你說好像Rae這樣說 那個人幫過你 你真是一個人情 你要還你覺得不好意思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在批評的東西 之前我們批評是什麼呢? 我們之前一直在批評左膠 批評左膠的地方 就是他們以憑為先 以憑為先 不是為為為為 什麼都是指問 是不是朋友圈 不是立場 別人批評你的事情 就是 Fee Go Chan 這件事 你當然是死定了 那些人不僅是毒灰 那些人的狡猾程度 其實大家是小心出來行動 我想說 你雖然不是一個人這件事 但是我自己最近出來 光復或者之前的時間多 其實是有很多的情況 是大家要自己留意或者注意 所以我們 我自己的立場就是 例如你看到我的地方 你小心點 不要走到我那裡 因為我旁邊有很多鬼 我旁邊有很多鬼 而且 你就是有鏡頭拍著你 不只是有鏡頭 而且你不知道鬼會做什麼 我試過的就是 我旁邊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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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我說完之後 我馬上就丟到東西 我沒有說而已 我沒有說而已 但是我不能夠 猜測那個人有沒有問題 因為她可能 他真的會很激動 對不對 也都再說 其實丟到東西 是這樣的 但是對於有些朋友來說 不是這樣的 但是 在這件事上來說 第一件事 你沒有辦法去迴避 或者回應別人 對於 例如Figo Chan 或者你去幫她 說話的指責 你沒有辦法 因為她的確 在這件事上 她是提供了那條片 之後 是有兩名的示威者 因而入獄 不是入獄 被人拘捕 被人拘捕 其中一個是判監 判一年 換一年 換一年 第二 我自己會這樣看 這些事情 其實我不是太認識的 但是我看到的 就是 我會覺得 我要說明我的立場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 其實是牽涉在這件事裡面 而且有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 在我期間 中間一段時間 我有一次 我在旺角 我在旺角 我約了Franc 之後 我正在乘電梯 有一個人叫我 說 泰伯可不可以拍照 我是不是那些左膠 走過來找你拍照 Figo Chan 然後拍照之後 後來 我自己 在我們的群組裡 有人拘捕我 你為何跟Figo Chan拍照 我不認得他 坦白說 有一次有些 自己以為自己很出名的 那些左膠 走過來找你拍照 然後拍完之後 放上網 展示給別人看 他和你拍照 去到誇張 就是直接用節目做宣傳 神經病 他說 在我拍照之後 其實沒有我的 但他用節目做宣傳 所以 對於這件事來說 譬如你說和誰拍照 或拍照 就等同那個人是親近的 這個說法 我覺得沒什麼需要說 但更加重要的是 在那個原則上 為何在公司上 我們一直在說 在那個社會圈裡 一直是大問題 說來說去 就是因為 我們在很多出來做行動的時候 其實 以公為先 我們不會因為朋友之利 而是行 或者是朋友之利 而做過一件事 所以 譬如你說 對於我來說 在這件事上 那個的焦點 其實 其實不是說 兩個團體 不是說 兩個人物之間 那個的爭論 而是 問題的就是 你真的是 人情還人情 道理還道理 我們一直批評 是批評這件事 所以 就是說 你說要還人情 你請他吃飯算數 你不需要 就是說 你在這個事件裡面 站在他的角度 去幫他說話 現在的說法 就是說 那些人就說 Rae Wong 好和Figo Chan 朋友 那樣 就是Rae Wong的說法 雖然他剛才扭來扭去 故嘴又言言他 那 因為他講得太不清楚了 那我的理解就是 他的說法就是 就是Figo Chan 幫過他一些事情 可能 對他來說那些事情 很大件事 譬如說 幫到他們 令到可以脫罪的 可能 我估計 因為他講得不清楚 假設就是Figo Chan 這樣幫過他 他的說法就是 Figo Chan 幫過我 我欠他這麼大的人情 我沒有理由 吵架他 假的意思 但問題是 如果 如果他因為Figo Chan 幫過他 而去維護他 的時候 起碼 你和左勾 真的沒有分別 就完全一樣 他幫過我 我沒有理由吵架他 但有時候 錯就錯 對 Figo Chan 這個Figo Chan 就是底屌的 你想想 當時年初的時候 光復 那一刻 走出來道歉的時候 我都呆了 那時候 我還在扯旗 你想想 我看見 一走出來道歉 我心想 那一刻 我們沒有承認 實際上 整個輿論 是因為這樣 是因為 那一刻 因為那一刻 道歉 整個光復 整個民氣 宣洩了 其實原本整哭 那個小妹那件事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不是這麼大規模的事 問題是 Figo Chan 一走出來道歉的時候 馬上 都掉了 都掉了 連原本很支持 覺得 沒有問題 是這樣的 示威那些人 都馬上說 你不敢提 有個人會出來 走到蘋果那裏道歉 然後又 傳影片過去 這樣來 讀灰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 這件事 我不會牽涉太多細節 但是我想說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對我們來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痛恨左膠 就是因為 左膠的特性就是 太過 和經常都是以憑為師 不講道理 但是他們口說 是用很多矯情不做作的說話 是把一些大道理放在後面 然後就說別人不瞭解我 是啊 然後之後大家相... 你看到Ray也出了個Status 是類似這樣的說法 是 基本上你遮了名字 你只看Status 你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只是在這裏 又是說 大家接收資訊很容易 但是 又沒有人看到真相 說到尾 我太高僱了 大家獨立思考的能力 其實他是沒有回應過這件事 其實他 這個Status 就是你作為一個 起碼叫做一個人物 是不是 起碼他都肯出名過我 那你作為一個人物 你回應回一件這樣的事的時候 別人指控你跟那個Fran 你那個Figgo Chan是Fran 然後Figgo Chan是督夫人明顯 別人指控你這件事的時候 你起碼出個Status 你應該交代清楚這件事 究竟是怎樣 是不是 而不是你出個Status 就說到 我好慘 你們都沒有人明白我 那你不講清楚 我就是不明白你 這個Status是說人家低水平 然後還要批判那些群眾 然後說人家沒有一個獨立思考的能力 那這個說法就很傲慢 不是 你的Status說到資本主義 操控了人類的生活模式 那些不知國際上 操控了人類的思考模式 那些事情是沒有的 其實我這樣說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以往我們經常被人抹黑 譬如當時在黃雷達選舉的時候 被人罵他 就說謝偉俊幫過他 然後他就說謝偉俊是契弟 那謝偉俊是契弟是契弟 幫過他也是幫過我的契弟 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你要誠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事件 為什麼我覺得 我會要花一節第四節 不是說炒花生 我覺得的就是 我也不是說前輩或一成 我也是剛剛走出來 是搞一下社運 還有搞一下事 就是這件事上面 我會自己買一個教訓 我會覺得在這件事上面 大家認不清楚 你支持或者堅信的信念是什麼 不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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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可以說 在過去的這件事上面 大家其實不認識了多少朋友 坦白說 你想想 你一輩子裡面 有多少人幫過你 你今時今日 你走出來的時候 就沒有了這些朋友 但是你做大事 你就不能夠這樣看 就是 總要有犧牲的 尤其是當你去到這個位 你都叫做一個人物的時候 一個政治人物的時候 有些事情最基本 就是政治正確一定要做 對嗎 還要那個Figol Chan 他不是一個普通 和你政見不同的人 就是有些事情 就算 就算 和一些政見不同的人 你都還可以做朋友 但是當Figol Chan 不是普通的政見不同的人 他已經去到網上 有賭的人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這樣 其實我等 我等第四節 是等個淡仔說 好 第四節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今晚 血正義有沒有做 今晚血正義 有 好 我們今晚血正義再見 拜拜 好